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云霄杰电影《长津湖》 也正式通过一个 类似于话剧的类型 开启了他的开机仪式 很多的网友 对于这一部电影 还是非常期待的 而《长津湖》这一部电影 在主演的选举上面 也是非常的让人期待 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 用非常高的颜值 非常好的性格 以及非常优秀的演技 获得了非常多人关注的 偶像易扬千玺 当票房影帝无精 这样的阵容 确实让非常多的人 对于这一部电影 很期待了 而在这一部电影之中 四字弟弟易扬千玺的 军装造型曝光 很多的网友 纷纷表示有那位儿朗 而在这之前 他在出演的电视剧 《艳势番》中 就已经曝光了 他的军装造型 不得不说 四字弟弟的 颜值配上怎样的造型 都是非常的 让人喜爱呢 这一部可以堪称 大制作的电影 在演员的选举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除了有一杨千玺 和吴京两位非常优秀 又有流量的演员 一同合作 还邀请到了 非常多在娱乐圈里面 十分有演技的老牌明星加入录制 而这一部电影 在2020年一年还未开启 也还未官宣正式阵容 就已经让非常多的网友 十分的期待了 足以证明这一部电影 到底有多么的优秀了 而这一次 这一部电影的主演 用到了一杨千玺 让很多的网友 对于这一部电影 有了更多的放心 一杨千玺出道于TFBOYS 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的发展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从2016年开始 他就开启了 自己的作为娱乐圈 顶流的长红生涯 在最开始 作为这一个团队里面 最不受大家喜爱的一个长相 并不算出众的小男生 从青春期开始慢慢 展开了整个人的颜值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再加上在私底下他的性格 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爱 慢悠悠 但是又非常的稳住 在私下里面 也有非常多自己的小爱好 例如雕塑 跳舞 弹琴 摄影等等等等 都非常的圈粉 而在前两年 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那一年的 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 并且以全国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进行学习 而这两年的一杨千玺发展 也是越来越好 他作为主演出演的 第一部电影《少年的 你在上线之后》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喜爱 而这一部作为一杨千玺 《处女座》的电影《跳房》就已经达到14亿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 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 而在这之后 一杨千玺在2020年初被官宣成为了《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男主角 这一部电影在2021年的跨年夜上映 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一杨千玺出演了一个癌症病人 对生活的希望 以及对生活的失望相互矛盾 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她的表现也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喜爱 这一位今年仅有21岁的偶像演员 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期待了 期待这一部电影的上线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